因为他给的钱比较多 哦 好真实啊 我就把我灵魂卖给他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特 这是莫斯哥 不久前有一位小伙伴在留言区留言了 问莫斯哥可以不可以分享你的 生涯规划 生涯规划有点太多了吧 是还要分享我们要不要生孩子之类的吗 有点太多了 所以我们这次的影片就局限在莫斯哥的职业规划就好了 其实职业规划的话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有些人比较有野心 或者有些人喜欢管理下属的感觉 他们就会想要爬到比较高的位置 也有些人会喜欢比较轻松一点 不需要对公司负太多责任 只要薪水可以让他没有负担生活就可以了 其实是没有对或者错的 我现在也还不能确定自己最后想要停留在什么位置 或者其实可不可以按照我想的规划进行也是不确定的 毕竟计划搞不上变化 可是还是可以和你们分享一些我的想法 你一开始是怎样想的 你说一下你从实习的时候开始是怎么打算的 实习啊 实习的时候我是蛮惨的 为什么 你一开始有打算要往哪一个方向吗 我本来是想进general insurance的 可是没有拿到 然后就变成只要有人愿意请我就满足了 很多那种小小的听都没听过的公司我也有申请 有一个在RM上面的我也有申请 可是你最后有进到Aviva啊还不错不是吗 嗯 对啊可是它是live insurance啊 可是我还是想去general insurance 所以实习那年同一年的夏天我才会牺牲到暑假 去打RM工作 那你算是有如愿以成进到你想要进的general insurance 对不对 嗯 大学毕业后我也继续回去打RM工作 那有没有人像你一样就是一开始想要进general insurance 可是没有进到 然后被困在live insurance里面或者相反 没听过耶 你要换就换啊 有没有逼你呢 可是会不会你进了general insurance 如果你要换成live insurance 那你的经验是不是要从零开始啊 差不多 最基本还可以用啊 专业的部分就要重新 那影响会大吗 如果你只是刚刚开始工作两三年的话 那有什么影响 嗯 那你为什么会从保新公司进到债保公司 是你的计划吗 是 因为他给的钱比较多 哦是是啊 我就把我灵魂卖给他 而且债保公司都是国际公司嘛 所以比较有机会internal transfer 到他们在别的国家的公司工作 可是我现在也还没有什么打算啊 就先保留这个灵活性 而且我想要靠近london market一点 我之前的公司不是在london market 你要和大家解释什么是london market啊 它有一个定义啦 就是聚集在city of london的保险公司 它的特点就是它都是卖债保 要一点点的保险 然后会卖奇奇怪怪的保险 农地啊 撞油台啊 火箭啊之类的 那有什么好处啊 静静四面啊 而且你如果要换工作的话 尤其是如果你要回到亚洲的话 应该会比较吃香 哦 那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你的吃香感啊 你的履历要多元化一点啊 不要只会做一样东西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的沟通能力 比如你在和CFO CRO 甚至CEO面前讲解的时候 要让他们理解你在讲什么 像刷好感度吗 也不只是好感度啦 如果你解释得很烂的话 人家连技都不记得你 那你就不会有升职空间 你有才华 可是不会表现 那你就只能做一个工具了 可是也有人喜欢安安静静当个工具 看你自己喜欢 如果你想要锻炼你这种技能的话 可以去顾问公司 比如Big Four去试炼试炼 你过去了就会比较受欢迎吗 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啦 如果你可以在Big Four混到一个锦里 你应该不会踩到哪里去吧 那你想去吗 我现在不方便回答 有人在看着我 那你现在还有什么规划 我希望金足快拿钱砸我 如果钱够多的话 我应该不会挑剔吧 你不要再这么诚实了 最基本的考试要尽快过完吧 然后再去上一些有趣的课 比如心理学啊什么的 如果你到了管理层的话 了解一些这种心理学也是不错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你手下的小裸裸和上面的大佬在讲什么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其他人是讲规划他们的职业生涯的吗 比如你之前的同学现在都在做什么 多数都和我一样耶 有些刚刚合格 有些跟我一样差一点点 有些同学合格了就开始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有些人比较有野心就跳槽来跳槽去 有些人还在小地方正在打算要来伦敦 对啦比较精彩的大概就是到别的国家工作吧 毕竟英国美国澳洲还有很多国家制造都是互相承认的 你的同事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 我之前有过法国啊 毛里丘士 百慕达 加拿大的同事 还有很多啊 如果你很喜欢这种多元的环境 就很适合你 那你觉得你20年后会在哪里 这是男性 我哪里懂啊 我连我自己还没有活着都不知道 你懂一个40岁的男子平均死亡率是多少 他本橙色的小书本里面有 那你对年纪比我们小的小伙伴们有什么 小小小小的建议吗 你要对你自己做的所有决定负责任就可以了 你就是成年人了 你解释一下啊 至少你要开始想过话怎样养活你自己啊 如果你现在做的决定过就会麻烦到人了 就好了 好 那我们这次的分享就差不多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评论区问我们 那我们就下一次见了 拜拜